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Kevin,我又回来了 接着咱们的话题,我们都讲这个Meteor是个全战技术 就是Fullstack,Fullstack,Developer用的这个东西 那么要讲这个Fullstack的话,我们今天得讲什么叫Stack 这个是咱们做软件开发来讲,是一定天天要接触的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最流行的是Fullstack,就是全战 所以我们从头开始来,是怎么开始变成Fullstack 那么最开始就是咱们Web技术的演进 因为我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从头Web技术刚开始到现在差不多20年 基本是一直经历过来的,所以还是确实可以说出一些演进过程的 那么这里面就带了好多技术站的问题 那么站就是比如典型的就是LAMP,就是一种技术站 因为在Web技术里面通常讲,你做一个网站也好,应用也好 你通常要使用不止一个软件,而是多个软件产品来组合 那这典型的就是一个LAMP,就是LAMP这个架构 这个词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它实际上是四个软件的字母组成的 像L就是Linux,A是Apache,M是MySQL,PHPHP 它们组成了这么一个技术站,Linux是操作系统,Apache是那个Server,WebServer MySQL是数据库,PHP是应用服务器的开发语言 那么类似的比较新的,比如叫Mean,M1AM,就是MangoDB做数据库了 Express做Server的后端框架,Angular是前端的框架,NodeJS做它的JS的运行环境 所以这个讲里面,我们可能名词会比较多,多半都是些缩写 那么我呢,就尽可能的把它缩写都打到这个屏幕上 我们就可以仔细的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就至少知道什么意思 那么干这行呢,就少不了,就不停地要跟我看英文缩写 讲历史啊,咱们讲历史,互联网现在其实也就二十多年 但是我已经可以说这个东西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因为什么呢,这个技术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那么二十年在对于互联网讲,已经几乎是一个整个几个世纪的这么一个历史了 那么最早的时候互联网HML或者HCP或者叫Web吧 这个技术最开始,最早最早的时候实际是静态的 什么叫静态呢,实际上说白了 就等于是在这个最早的地方,就是最早的是在服务器啊 我们这有个服务器,比如这个是服务器啊 我们这个服务器,这个是浏规器,最早浏规器是Netscape这样浏规器 那时候还没有IE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人比如咱们做个网页HTML文件 我们把它存到服务器端 然后浏览器上去请求这个文件的时候 然后你基本上就是打这个什么HTTP,写个网号网号,比如MyServer,Public,Page.HML 比如这样一个URL 那么实际做的事情呢,就是由这个浏览器发出一个HTTP请求到Server Server收到这个请求以后呢,就找到它真有个目录啊 真有个目录,就Public,真有这么一个文件,真有这么个文件 然后把这个文件就像FTP一样,很简单就传给这个Browser 中间走TCPIP啊 然后浏览器得到这HTML文件以后,开始就把这个文件就直接在,相当于在本地打开一样啊 画该有图片有图片,该有文字写文字,这么画 这是最简单,最远的,最早的一个网页的过程 我记得我在1996年时候就做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站 那就是那个时候是纯静态的,也没什么工具啊 就是完全是手写HTML 那这是,确实可以说是很原始很原始了 那么很快这个就不满足需求了,对吧 那个我们就到了这个,对于脚本的这个时代了 典型的就是LAMP 我们也叫动态HTML 或者叫可以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情了 为什么叫真正有用的事情呢 因为实际上我们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应用来讲 我们不只是在像看书一样阅读精彩内容 很多时候我得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我提交一个搜索啊 那么你得把结果返回给我 我提交一个互联网购买的订单呢 你得把这个最后订单的那个结果也得给我 然后搜寻最后完成交易等等 这些事情呢都是应用 都是各自都是一些应用 但这个应用你不能是静态的了 对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要搜什么 我也不能先把你搜的结果准备好 那么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程序来完成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产品 叫LAMP架构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其实不只是那个时候了 现在啊 我不知道在中国情况怎么样 在美国仍然有很大的一批网站 仍然是在LAMP架构上跑的 中国可能会更多不会更少 有很多人是靠PHP吃饭的 那这个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主流 那LAMP是怎么运行的呢 其实一样 咱们继续模拟刚才那个过程啊 假如说这个用户从这开始 但是我先发一个请求啊 我先这个http sorry my site 然后比如是说index吧 或者search的什么 无所谓 我们可能HOME还有参数 那么q等于ABC 什么什么的 比如这都我都不细讲了 细节比较多 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也是从前端 从这边前端还是发了一个 请求过来 把这个URL送给这个Linux上的一个server Apache server 他把这个请求转给这个PHP来解释 那么你server里边应该有一个文件 真的叫index.html 但这个文件里边呢 嵌入了好多脚本 如果你写PHP的话 你应该知道了 这个我就 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的话 你可能看看PHP怎么写的 你一下就看出来 里边有好多嵌入好多脚本 这个脚本实际上是在被 在server的PHP的运行 运行时刻呢 被解释 如果里边涉及到一些查询 比如这里边填到了一些 查一些数据库的字段呢 他就再去到自己的数据库去找 找的结果呢 再填回来 填到这个里边 然后填好了以后 这是一个完整的HTML 再送回浏览器 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HTML 已经不是这个脚本了 已经是完整的HTML 送回浏览器 然后浏览器就会去渲染 Render吧 我们知道Rendering 显示图片啊什么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在这个时代呢 实际上完成了互远网的一个 相当于巨大的飞跃了吧 就是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以前没法做的事情了 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了 可以做很多电子商务啊 查询员啊等等 但是呢 这个很快也会有另外一个瓶颈了 就是说 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显示 这个这个用户体验会提高 你看看注意到 这我画了一个CPU 大家有没有这个 这就是画了CPU啊 你们拆过电脑的话 都建过CPU 我把CPU放在这个这个服务器这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从咱们刚才这个这个过程中 咱们也讲了啊 这个很多的工作渲染工作 实际上是所有的完成的 服务器完成的 包括查询数据库 那服务器干了很多工作 就把一个HML送给前端 前端就很傻的很傻的 拿到HML我给你画出来就完了呗 你上去写什么内容 我就写什么内容 所以在浏览器这端没有做太多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形成了一个服务器很重 但是前端很轻 所以我把CPU放在这啊 我没放到这边 就这个原因 那个结果就是好的一面 不说坏的一面 就是说用户这边的反应 不是很快 因为我在这边做任何动作 比如我这有一个button啊 我点了一个按钮 我要干什么 我提交一个东西 那我都要等着 做Serval Serval处理完了以后给我 我才知道它显示什么 而且通常来说 我要把整个Email都刷一遍 我才能得到HML文件嘛 所以我可以把Email整个都刷一遍 实际上呢 可能我只需要改变Email的 某一个小角落就达到目的 但是那时候没办法 那就得全刷一遍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才有了这以后 这个Ajax 这个大概十年 十年多一点 之前就出来了 Ajax什么的缩写呢 就是这个Email的JavaScript和XML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还是这样 这个话一下 咱们解释一下